记者消方系台北报道,隋唐跟老公Tony结婚三年, 陆续生下儿子Max跟女儿Lucy,一家四口生活幸福。 他最近和老公到芬兰旅行,今在脸书报喜, 指出,这次旅行没带Max和Lucy的原因很简单, 因为,老三奥里出来后要有两人世界更是男上加男了。 话语中透露将在迎接新生命的喜悦, 老三的英文名字也透露淮南宝宝对于这个喜讯, 他经纪人说之前就听他说过, 但隋唐请了一个月的假和老公在欧洲旅行。 而之前隋唐透露,追击光时自己老是忍不住睡着而错过, 如今宣布怀孕,似乎也是因初期失睡的原因。 隋唐七月受访时被问到是否想生第三胎。 直说非常想,但他透露儿子爱吃醋, 看到妹妹玩他的玩具,会特别介意, 如果再有一个,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。 按照三个月不能说的习俗, 当时他已有第三胎,隋唐金报喜怀第三胎。 翻摄自脸书。